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十年了 政府现在要立个反媒体垄断法 这当然也是台湾新闻以及言论自由更加开放的重要里程碑 但是没有主轴 既然要立法就要来真的 这次我们大声疾呼 金融业退出媒体吧 好 美金分离 是应该要来比照十年前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时候一样 限期落日来还给台湾一个真正干净的新闻以及言论自由 所以这次反媒体垄断法的修法要来真的 就必须认认真真的好好的修 把媒体的一个媒金分离的部分 就是金融业退出媒体的部分彻彻底底的处理 因为好让现有的两大媒金巨授 也就是富邦跟联邦两大媒金集团 彻底完全的退出媒体 台湾的新闻言论自由才能够更加有未来的明天 台湾顾问团关心台湾 今天现场一样请到四位的来宾跟学者专家 带大家一起来做讨论也请你一起来关心 希望我们的政府真的是晚来真的 来好好的处理反媒体垄断法 现场四位来宾先为您来做介绍 首先第一位我们来介绍的是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蔡正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现场请到时事评论员蔡玉珍 今天现场还请到是台北教育大学教授庄其名老师 现场的资深时事评论员是周玉寇小姐 大家晚安 好我们就赶快带大家来看看 关于这个反媒体垄断法要做到真正的立法 要完全的来真的 在媒经分离的一个部分呢 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处理 才真正能够达到媒经完全分离 我们带来看看学者们现在是如何的来做主张 NCC成立前三年 立法院通过广电三法 纳入党政均退出媒体条款 当年基于公平原则有落日条款做配套两年期限 并议题适用所有媒体包含国民党民进党等政治人物 纷纷退出媒体经营 十年前没规范的金融集团 十年后美金合一成了另一个大问题 美金分离是反垄断最重要的精神 NCC歧视也支持 不过力道稍嫌微弱 不打算明文规范或是设下落日条款 中国时报所登的这样子的一个广告上面来看 好像整个的一个反媒体垄断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好像是有点是在为某一些财团在护航 真的可以去参着之前 党政均退出媒体相关的一个落日条款 能够兼顾法案的一种公平性 传播学者立场明确 相照之下反媒体垄断法 目前却只把美金分离的精神入法 没有实行办法 就怕法令解释处处有地雷 美金反而难分难舍 学者认为美金分离领一比照 党政均退出媒体模式 搜集计广设落日条款才是一部符合公平公正公益 深的反媒体垄断立法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要做到真正的来进行反媒体垄断的立法 这当然要真正的在法令里头 把真的会垄断言论自由的相关的一个问题 完全一致的性的来做处理 好大家希望呢 媒体能够让多元的声音都能够公平的呈现 当然在这里头就不应该有黑手在这里能够做垄断 这一波的一个反媒体垄断法的主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主轴就应该是金融业全面的退出媒体 刚才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大家看到的是呢 这些传播学者们都在看今天的中国时报 没有错在今天中国时报呢 我们看到这一头版的部分 就登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广告的内容 希望整个反媒体垄断法的一个修法过程当中呢 希望我们的主委NCC的主委十四豪 能够完全的真心的让大家感受到 这个真的是来真的 所以在这里头关于媒体分离的部分 还没有这个立法相当完备的部分 就接下来就是希望NCC在这个方向 能够更加的琢磨才对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就要请到蔡一正元蔡委员了 我们就请委员一块来看看 今天在这边的广告声明当中特别点到是 NCC现在的反媒体垄断法第27条 第27条的内容呢 如果没有做媒体分离的话 恐怕我们这边称它叫做放水条款 因为图列是富邦跟联邦 主要在这里我们来看 不同的字眼 我们做了同字的一个呈现 所以呢这个主要是对于 这个发起人的 主要是对于这个发起人的身份 委员这个有直接或间接持有 这五个字加上去 跟原始的精神到底会差多少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原来是所谓的草案 在NCC送到行政院 送到立法院来 他根本就没有媒金分离条款 他是送到立法院来的时候 被我们几个立法委员 这个痛批了一阵了以后 他再弄出一个媒金分离条款 那这个媒金分离条款是离开 所谓的这个立法院 交通委会出来 有个很笼统很模糊的 一个媒金分离条款 但是他不可能限制到 现有的一些媒体 可是当时在交通委会 还有人提出来说 要说95年以前不用退出 95年以后才退出 那这个NCC里面更可恶 后面还有一个条款 就是说法律通过 以前的不用退出 法律通过以后才要退出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做法 换句话说你法律通过以前 这个修法通过 垄断法通过之后 之前已经金融财团控制媒体 就不算数 因为这都不回溯 所以被我们痛批了 他最近太入软化了 那软化的话 他弄这个条款里面 所谓的直接间接 因为有很多人去控制媒体 他不是明目张胆直接控制 他可能透过亲戚 透过朋友 透过很多的一些关系人 是间接持有的 所以上面只讲 直接的受限制 间接的不受限制 这样是不对的 不过这个条文 我是觉得今天中国 是否要登了 还是为德不足 我的原始草案里面更严格 它里面是财团法人 对 还有受托人 我的法案里面 还加上一个关系人 关系人更广啊 为什么 因为在金控法 或什么里面 这关系人是包括说 你的配偶 二等亲里面 通通算数 所以一些亲属里面 通通算 你弟弟去帮你持有股份 都是不准的 对 所以更严格 因为这完全是比照 什么党政军退出媒体 你不能说今天 军队要投资控制媒体 那说军队没有关系 军队转投资 出版社可以 这说不通吧 对不对 或者出版社里面的 某一个负责人可以 那也不行 人跟法人 通通要受限制 我们当时福音这个精神 所以党政军才能够 那么顺利退出媒体 那如果你不用党政军 退出媒体的方式 来要求金融财团 因为金融财团 我一再强调 跟一般财团不一样 一般财团是管自己的钱 金融财团是管别人的钱 管别人的钱 是注定要受到 这个媒体的社会公器的监督的 你变成 如果他投资媒体 媒体变成什么 变成在帮他 护航他的管别人的钱 那以外亚时候什么金融海啸 金融风暴 搞不好他都不想他自己 矛头都直接对政府 或对社会大众 这样也不好 全世界没有金融财团 会去投资媒体 所以我们台湾 这个是个畸形的现象 你摊开来像梅多 这种机构 这么庞大金融机构 都没有什么金融财团 在里面投资 没错 他没有投资 但是他们也是个惯例 他们用反托拉斯法 广泛的解释 所以他们主动退出 像美国 但是我们台湾竟然明目张胆 你要经营媒体 就经营媒体 你要经营金融财团 就经营财团 这两个金跟美 一定要怎么样 分道扬镳 一定要分道扬镳 现在我刚开始讲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指的这么严重 现在经过这段时间来 连NCC也接受了 原来几个反媒体垄断的要角 他们以前都对这一块 都完全漠视 因为当时我了解 他是纯粹是要斗争 一个蔡野明先生来的 那如果你要他去斗争这个 林荣山或者蔡明忠 他们大概心里面 比较没有那种准备 那现在该有准备了吧 有理想的知识分子 要一以贯之 不能允许台湾的金融财团 控制媒体 投资媒体 不应该要退出 是 好 谢谢蔡委员 所以就蔡委员 你认为的部分 应该把关系练统统包进去 所以委员 接下来还会继续在立法院 在这个超委 我的案子就是要有关系练 还要再继续努力 所以我直学那个行政院长 还是提这个冠冕 好 所以会更加严格 版本再出现吗 我们在这里说 加了一个直接或间接化 已经做了一些相关 至少比原始的版本 要更加严格的一个规范 但现在委员 立法委员告诉大家 这还不够 完全比照党政军的话 是关系人也必须全部的 做退出 所以我们再讲到说 希望台湾的一个 新闻自由发展 更加的健康 最近这样声音出来了 当年的反媒体 当年的这个党政军退出 媒体就主要是党政军 退出三台开始 大家已经这么的 回想起十年前的运动 这个是推了好多年 好多年才能在十年前 完成立法 但现在还发现 这当中关于金融业 介入来媒体经营的部分 当初是完全没有规范到的 既然漏了 我们现在就给它 好好的来赶紧补足 那到底该怎么补足 刚讲关系人的部分 接下来是如蔡委员讲 会持续的努力 在立法院在这里 做修法呢 为什么在这里 相关的直接或间接 或所谓的关系人 会这么样的重要 我们就带您看看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 整个煤金巨兽 财团当中最大最大的 一个叫做 富邦的蔡明忠 一个叫做联邦的零融三 但现在的相关的 美金分率条款的规范当中 其实都规范不到 他们两位 特别是一个持股的比例 还有在关系人的一个部分 刚才说直接间接 做了这个稍微的一个 规范之后 但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 现在我们在蔡明忠很有名 那么他有大副媒体 但是他直接投资 大副媒体 用个人名义做投资 又投资了凯博 在这过程当中 他是用关系人的身份 所以我为美金分离条款 没有规范到关系的话 这个条款这部分 对他没有约束力 同样在零融三的部分 我们知道他有联邦银行 但是他也只是个大股东 他没有做所谓 董事长这样的一个 重要的负责人的任务 于是说我们才会强调 如果美金分离 没有纳入整个法案当中 这位关系人零融三 也不在规范当中 所以请教育寇寇姐 所以这里头我们说 现在的法定的一个修正 既然要做就要做 真的要来真的 当年的党政军退出媒体 大家已经有过成功的经验了 其实只要仿造 当年的法案的一个规范 跟设立 其实它真的不难 不会难的 让这个所谓美金完全的分离 只是要做不做 党政军退出媒体 它是我们全民努力的结果 而且它历经了 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那党政军退出媒体的 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让我们的媒体 有一个脱离政治 跟权力控制的一个阴影 那那个时候民进党用人士 或者说一般中间选民 用这样的一个诉求 这个得到了我们的 媒体的一个自由的空间 所以台湾的媒体 在有一段时间里面 当这个集团 它的控制力还比较少的时候 其实是还蛮有理想性的 那那个时候的 这个金融界 为什么跟媒体的关系 没有那么明确 是因为过去 我们的金融执照 并不是自由的嘛 那在我们这个开放 这个银行设立的同时 这个又没有兼顾到 开放银行执照 又跟媒体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它有一些历史上的因素 那历史上的错误 或者说历史上的扭曲 复杂的环境 恐怕就必须 现在的立法来改正 那我们现在需要改正的部分 其实非常多的 甚至于包括 会计法的修正里面 它也包括了这些 就是所谓的历史工业 那历史工业的处理 必须是通案式的 不是个案式的 那在会计法这件事情上面 全民的反弹 这跟最后会计法 这个由行政院复议 然后回到原点 然后再做出一个 比较公平公正的 这种议案的法案的修正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当时在会计法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已经提到了 你怎么可能拿出一个年份来 当时也是啊 就是说多少年以前的 或者多少年以后的 就可以这个 暴障的人就可以 在这个暴障的时候 就可以不是贪污罪 那以后的人就必须依法处理 这不是很好笑吗 在法令的这种修正的精神上 这完全是违背了一个 基本的这个原则 那这个反媒体垄断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 石氏豪主委的问题 它是整个国家的体制的问题 整个政府跟在野党的政治人物 对这个历史要负责的问题 那它不是只是说 这个反媒体垄断要来真的 而是它不能不来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广告的标题 还太客气了一点 要我的这个标题就是说 你不能不来真的 如果你不来真的 那我们就应该有一个 民众的一种反弹 或说民众的一种革命 这个就要求立法院了 这个立法委员们 你们要负起相关的责任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不是NCC说了算 也不是NCC的主委说了算 而是它代表这个 代议政治里面的立法院 那我认为 其实立法院的这些 立法委员们 除了蔡委员之外 其他的交往委员会的 相关的委员 他不管是国民党 或是民进党 应该把这个案子 拿回 用一个比较大的格局来讨论 大的格局来讨论 是你要为世世代代负责 没有一个法案是通过之后 是有边缘地带 有漏洞可以让人家钻的 我们很奇怪 我们常常通过法令 是让漏洞来钻 那这个就是 讲白了 就是给人家钻漏洞 那是干嘛呢 钻漏洞的目的 是要图立某个人吗 还是你自己立法品质非常差呢 这个从一个公益的 一个国家立法的 基本的责任的立场来看 他都难以被接受啊 从大的格局来看 都无法令人接受 更何况 我们多次所谈的 这些小的这个问题 这个小的问题 其实在历史上 它只是一个小斗点 但是最大的是 在历史洪流里面 你这个法案的立法精神在哪里 最重点就是在这里 这样一个法案立法是可长可久 其实预寇姐刚刚点到 才刚刚落幕结束掉 那个会计法 当初已经够荒唐的一个处理 但是同样的这个模式跟精神 同样在这里也出现 反媒体垄断法里头 关于到底美金该不该分离 原本NCC体验法案没有 然后后来有了 但如何来做分离 那个年限的借份呢 就出现了95年 NCC成立的前后是一个借限吗 这当然是当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会计法不也是这样子吗 100年 101年 老师100年 对 这个之前的贪污不是问题 之后贪污是问题 这个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好 这个会计法已经回去了 那么重新复以重来 那么这个反媒体垄断法 现在还在走流程当中 还在立法院审议当中 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状况 再度的出现 所以要做 要做的是彻彻底底的 所以刚刚预扣解说 不能不完真的 好 我们看到 这实在是 刚刚看到国内这两大的 一个美金巨瘦 美金财团 在这里就是一个 不清不楚的状态 那既然反媒体垄断法 要立法 是不是应该弄得 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呢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里头 今天原始的条文当中 我们这边 这个旺中集团 还做了这样建议 我们看到 金融的控股公司 银行保险机构 及负责人 其捐助成立的 财团法人或收徒人 不得担任媒体事业的 发起人董事 以及监察人或经理人 列得够不够完整 不够 我们这边继续告诉大家 还要强调是 他会以其他方式 来达到控制媒体事业的 人事财务或业务 所以表示 这个原始法令 不够的完备 接下来大家不断的希望 在这能够做相关的修正 再加上的是其他方式 所以玉珍很好玩 这个其他方式 大家一讲到 或许观众朋友搞不清楚 还有其他方式 我觉得我们一直不断的 去强调 一直不断的讲 甚至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 直接点名 十四豪 就是NCC的主委 其实我觉得 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法如果立下去的话 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可是这个主委本身 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的态度是 你知道十四豪 是我大学的社团同学 我一直觉得说 如果十四豪 还是大学时代 那个赤子之心的话 也许他会认为说 立法上面就应该要周延 可是他现在当了官 他不想回去当教授 回去当教授的薪水 绝对比现在在NCC少很多 大概剩下 据我了解大概一半 所以当了官之后 我觉得当了官之后 我觉得太虚伪 然后太官僚 这个虚伪跟官僚是说 其实这个法案本身 包括像蔡政委委员 就说其实有很多的立委 他们提出来 就是要跟这个原来党政军 退出媒体的标准一样 可是为什么我们喊了半天 现在的NCC的态度 甚至其他委员 其他包括民进党 包括台联 包括亲民党 很多委员 为什么不愿意站出来 为国家的百年大计 立一个对的法案 实事好讲 他说呢 这个法媒体垄断法 是迫切需要的 什么时候迫切需要 是当有一个法案进来 要审查的时候 要有一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就是上次 就是望中的中家事件的时候 就说这个案子要审查 那因为他为什么迫切需要 是因为审查的时候 要有一个标准 原本没有 所以他的态度是为了应付未来 他并不想清理过去 可是这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既然你在NCC主委的 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你就应该立一个对的法案 可是当了官子后的实事好 就这么的迁就 他竟然应付着说 这个要尊重NCC委员的 多元决定 NCC现在六个委员 包括他在内 这几个人 NCC为什么让人家不齿 我是对民进党的 这个95年2月也很不齿 是因为NCC从成立到现在 95年2月 他经过了多少的反反复复 有很多真正有权威 真正有使命感的学者 包括像彭云 包括很多人 他不愿意做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变成傀儡 所以如果说 这个NCC也像 这个金管会这样子 变成一个首长制 变成一个傀儡 变成上面要你怎么做的时候 你就这么做的时候 那这个官是很丢脸的 我告诉我这个同学 你住这个位置 真的是非常丢脸的 因为如果说 你不是为了百年大计 去立一个对的法案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要下台 回去教书 好 所以说这个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百年大计 反媒体垄乱法 是一个百年大计 当年的这个党政军 退出媒体看来呢 显然在金融这些部分 没有掌握到 那接下来大家发现问题 现在要可长可久的走下去 所以说呢 这个立法的态度 原始的一个初衷 在这里 郁正因告诉大家 原始初衷 如果针对特定团体而来的话 所以这是为了未来 清理过 过去问题完全不处理 那当然是不行 法律的漏洞那么多 于是大家在这里 希望在这揪出更多的问题 希望你的法令赶快的再修 这个这一页的法调的内容 跟我们前一页看到 就希望把这个 解除金融控股 解除的主管机关 可以解除相关职务 但出事的话呢 你NCC有这样财量权 你要解除职务部分 是这么一段话 就可以解除 还是如这边多出来的红字 你必须清清楚楚讲到的 金融控股公司 银行 保险机构 负责人 捐助财能法人 或收吞等等的完全 要说清楚讲明白 不说清楚讲明白 其实呢 民间没有办法相信 你NCC在这里 能够做的是公正的一个财量 当然最大最重要的 重点是什么呢 两年 讲了这么多 我们讲到的是 好我们应该 比照党政军一样 要所谓的落日条款 让现有的美金的财团 好好来处理它 两年时间够不够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请庄老师 庄老师不断的在讲到 把党政军 退出媒体的相关的经验 在这里定的是 希望呢 两年的一个落日时间 这也是比照党政军 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两年应该够了吧 我先强调一下 为什么那时候 我们这么极力的推动 党政军退出媒体 退出三台 还有刚刚提到的是 林荣山跟这个蔡明宗 如果蔡衍明先生经营的话 我一样会反对 所以我们不是对人 我们对制度 当时我在反 党政军退出三台 参台的时候 我太太在台市 我还去台市抗议 你是关西人 关西人 可是我完全是利益冲突 我完全去冲 我太被打压 后来离开台市 那我说我们有理想要做这个的话 被打压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事情 到底对不对 而不是对我自己有利还是不利 不利我们也要做 那我们来看 当初我在做街头运动的时候 我们想想看 如果党 中市还是党的 中市敢批评党赢事业吗 军方弊端 弊端连连有没有 如果华市还是军方的 军方敢批评军方的 一定帮他讲话 如果政还继续经营台市的话 政府的弊端 台市敢讲吗 这个就是媒体本来要替人民 监督政府 让人民可以得到更大的 市政的利益 结果如果媒体被相关的团体 把它掌握住以后 结果变成怎么样 我们变成鱼肉了 那党政军要推出三台是为了人民 为了这个媒体是社会公共 这最基本的原则 那如果当初我们推动这个运动成功了 结果我们立法说 立法的人说 以前党政军在经营三台的 以前继续经营 以后才不能经营 那我们这些人不去跳楼自杀了吗 对不对 当初在推动党政军推出三台 这些人请你站出来 如果说本来国民党的法案是说 以前的继续经营 那这是什么样的法案 是在羞辱我们怎么样 推动任何运动的基本精神 所以说两年内说老实话 任何法案一旦通过 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法案 代表说当初为什么要通过党政军退出 就是因为党政军如果经营媒体 对社会公益 对台湾的政治发展 民主发展是不利的 加上金融 我们一直在谈到金融是特许业 所以当初估重量要买一传媒的时候 当初金管会是怎么讲的 产金要分离 为什么 因为产金在一起会造成经营不利 治理不利 然后造成一些弊端 而且已经几百亿几千亿的损失 然后已经有的被起诉了 所以跟他讲说不行 他说我又不是董事 我什么都没有 他说你有股份 再加上他认定你有影响力 后来人家问金管会的局长 你怎么样去认定 他说只要我们认定 他有实质的对美国的影响力 这样就不能经营 就像法官一样 实质影响力 金管会自行认定 那这个实质影响力 是不是应该明确去定 所以除了两年 两年我觉得已经够长了 够长了 应该处理得完 应该处理 因为我们说老实话 如果说有可能 金管会自己讲了 有可能造成治理不利 造成很多的弊端 而且在台湾很多金融业 已经造成弊端 结果全民买单了 那应该时间越短越好 那两年我觉得已经够了 就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一定要在条文里面 明确的规范 让我们台湾的人民 包括政府机关 应该要思考说 如何透过这样的条文 去好好的去了解 有没有实质影响力 就是我这么说 所以老师这边讲到 不只是党政军 推出媒体这样一个模式 完全复制在现在讲的 反媒体垄断法里头 给两年的弱日条款 老师认为这个两年 实在是够长的 越快越好 但重点是这个实质影响力的部分 如何在这个法令当中 也能够完备的把这样的精神 也制定进去 这才能够真正达到 哇 这个所谓的金融业 你的黑手呢 真的完全的退出 整个媒体的经营 故障的案子在前面 今晚会做出这样的认定呢 实质影响力是什么呢 是今晚会的官员们的 自由新政吗 那么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该赋予NCC 也该有这样的自由新政 还是应该落实到文字上头呢 我们休息片刻了 待会广告回来呢 我们继续带你来看看 好 为什么媒金分离 这么样的重要 国内两大的所谓的媒金巨兽 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借由 因为有了金融的背景 而在这里拿到特许 赚更多的钱 继续影响大家在 新闻以及言论自由上面的发展呢 我们待会会有更详细的分析 谢谢大家